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一起来看看 6月7号加尔工作室发表声明 称因为开发行程不能如约参加6月13号 在青岛的麦田音乐节 既然是突发的 而且还是无法更改的 甚至需要取消麦田音乐节 说明这一行程是特别重要的 巧的是 就在几天前 王加尔工作室还称要去录制拜托了 现在忽然中断行程似乎有大事要做 就在很多人关注王加尔取消音乐节 如何退票的时候 网上传出了一条较为惊人的消息 有新节目 英潮计划脑洞大开 邀请了三四十位明星进行半封闭式军训 而按照这一曝光的消息 这次集训大概要持续到7月 甚至还有点魔鬼训练那味 选用的艺人基本上都是正当红的 王加尔 王一博 杨子 张艺兴等 多位顶尖艺人通通在列 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哇 一太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别说拉艺人集体半封闭式军训了 光是凑齐三四十位明星出席都很困难 话虽这么说 但是越来越多的巧合 似乎有点不好解释 6月6日有人晒出王一博的机场照 巧的是 一博这次并没有带自己的滑板 仅仅背着一个包就出发了 可能是当天的绿发太过强烟 加上艺人的行程不固定 所以大家并没有多想 说到一博 王军目前结束了为个儿再能录制 工作暂时处于冷却期 翻看他的动态 也没有出现任何后续的行程安排 参加节目的条件可以说非常充沛 张艺兴也在5月底到6月初 结束了上一段工作内容 现往的生活已经杀青 从6月1日到现在基本都处于空白期 没有新的商业动作 稍微提一句 黑派女孩目前已因不明原因暂停了首播 虽然不排除是受到轻引散后续的影响 但是主开王家尔因果缺席也存在很大的概率 还有报告称 他们训练的场地可能是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而根据官方的通知 该公园将在6月6日至7月1日暂停开放 就连水利坊也将暂时不对来开放 这样一个个巧合看下来 网传的这档节目并不是空缺来风 至少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档集结30多位当红艺人的集训 很有可能是真的 赵木桥市的安排 仪太个人认为很大概率和时事有关 一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娱乐圈多少要有所表示 否则娱乐之死的理念将被彻底暗示在耻辱柱上 二来经济桑过后 内娱需要改头会面 邀请这些顶流艺人将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 之前艺人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可能会抽出时间参加晚会的彩排活动 但此次显然比之前更为重要 当然在节目尚未完全官宣之前 这些巧合都只能算得猜测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爆料是真的 参加这样一个半封闭式军训的节目 相信不管对嘉宾形象 还是后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在曝光的名单中 还有李线 王源 朱雅文等 后续或许还有更多的一人曝光 单看这几位嘉宾阵容 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杨子张一星李线的组合还没开始 很多人就已经脑补了一出电视连续剧 一个是绯闻男友 一个是剧里的线男友 怎么看都很有噱头 小猴子和小明杨在线网里的互动 不知道可翻多少人 相关混件各是一扎一大把 从撞睡衣到拖拉机CP 再到算命名场面 尽管他俩极力辟谣 但是完全无法阻止我们科CP的热情 就连何老师 黄老师 蓬蓬和妹妹 都自动加入到科CP的阵营 光芳带头科简直不要太开心 杨子和李线呢 合作亲爱的热爱的那伙儿 童颜夫妇圈粉无数 高甜名场面说来就来 完全就是当代恋爱范本 虽然最后接到欢喜 但总觉得少点什么 可能是没办婚礼 总有一种被人挖巧奖的风险吧 没想到这个一男瓶时隔两年竟然安排上了 杨子和李线客串了 亲爱的热爱的姊妹片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没错没错 就是胡一天和李一同那部剧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 亲爱的热爱的后续吧 除了吴白和爱情各种撒糖 大家还为童年和韩商严 补办了世纪婚礼 这绝对是想给CP粉圆梦 婚礼当天 杨子身穿露肩婚纱造型 扎了个丸子头 俏皮又可爱 完全就是童年本年 不得不说一句 他和西装革履的李线站在一起 真的很养眼呀 完全就是小时候奔现的感觉 太好磕了吧 这样的高田互动 一度让CP粉留下磕糖后遗症 到了各大盛典现场 但凡他俩同框总要传出点什么 哎呀 谁让童年夫妇这么深入人心呢 除了张艺兴和李线 名单里还有一个人 与杨子关系匪浅 那就是王嘉尔 嘉尔最喜欢的女明星 就是杨子 还有谁不知道吗 扭气败兵请了杨子 嘉尔秒遍小迷蒂 节目组也是套路满满 特意安排了小互动 让杨子和嘉尔对视五秒 害羞的嘉尔都不敢正眼看杨子 面对全程高能的小迷蒂 一向大大咧咧的小猴子 都有点扰不住了 如果这次小迷蒂 真的和杨子一起参加封闭训练 不知道要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当然还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小猴子也在这次名单中 不过他最近着实有点忙 6月8号蒙探举行了发布会 杨子 宋红雷 宋亚轩 黄子涛 杀艺 纳英 杨迪 都出席了发布会 杨子再现可爱纤细的白摇摇 两个丸子头加一起白衣 超级猛啊 在发布会上还出现了小插曲 宋红雷调皮的问杨子 是不是恋爱了 听到提问的杨子 犹豫都不带犹豫的大喊 又是一波强势辟谣 还有网友打趣的 瞧把孩子给急的 没想到孙火烈又补了一句 表白了 杨子说了 这单神 你快来追求我 我就可以了 这确定不是在给一心暗示 发布会刚结束 马上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节目录制 另编杨子和陈毅的陈香如蟹 也在拍摄中 虽然这部剧开局不利 引发了不少争议 但好在已经开始走上正轨 而且从路透来看 他俩的合作似乎很愉快 还上演了嬉戏打闹的戏码 一系列的互动 非常友爱 CB感满满 果然是百搭女主养子 没错哦 目前小猴子工作安排的很满 并且没有取消行程的通知 所以那档传说中 超强阵容的半封闭训练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需要再观望一下 最后还是这句话 吃瓜不幸瓜 快乐你我他 多点耐心 一起蹲个官宣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系他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点和关注 这一台每天都会攻击 经常有料资讯哦